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终于还是失业了 然后走的时候就送了我十双鞋 因为我们公司是做男鞋的嘛 你看看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款都齐了 至少今年一整年都不用买鞋子了 老板给的理由是公司的抖音账号两个月 一点起色都没有 说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嘛 公司今天全部放假 你这边的工作呢先暂停 等来年公司再重新计划一下 如果还有需要你的地方我们会通知你 我一听就知道是个安慰的话嘛 然后就卷起我的铺盖就离开了 提着我的慰问品 从公司出来第一站就是来到这个公园 在公园逛一逛晒晒晒心 重新计划一下我的未来 所以说这个视频更多的是向大家咨询 或者说求助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那肯定很多人会说自己的路自己走嘛 还问别人 那可不一定哦 比如说人到中年经历过七十二难 曾经破产 也七里至上 没有车 没有房 明天房租又到期 还得续上 我一共两张银行卡 余额都是零 支付宝余额是零 微信余额还有四千多 这个是我的全部身家 现在还刚刚失业 我还真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 那呢前面是个教堂 我们这边很多人行耶稣 所以有很多教堂 那有人会说你去找工作啊 找不到工作吗 我也想啊 但实际情况太难了 我今年已经四十岁了 我在的这个城市是温州 温州啊 就是江南匹克厂的大本营 虽然说它是个三线城市 但发达的程度 毫不亚于北上广 关于它的情况你们可以摆读一下 你看你看对面这排房子 均价是两万左右 最便宜的也要一万八 这个房间不是流传这么一句话吗 十个温州人就有九个是老板 虽然说有点夸张 但差不多 差不多也有七八个 这边基本上是25岁 就开始自己创业当老板 我也是在25岁的时候 办到服装厂 如果说你到了30岁 你还没有自己创业当老板 那就会被亲戚朋友同学都嘲笑的 如果说一个本地人在30岁的时候还在为找工作发愁 那他更是无地自容了 就算他有一技之长 想找工作 那也是很难找到的 基本上除了体力活 大部分的公司都只要30岁以下的人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都40了 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 谈何容易啊 所以说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 能够帮助到我 我会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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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那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唉不说了 找辆小红车回家先 谢谢大家观看 视频我不是说还打算去新疆或者尼泊尔吗 我把我的观点说明一下 看大家有没有同感 那这个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城市 温州瑞安 正如大家了解的一样 这是一个沿海非常发达 物价房价消费水平都非常高的 三四线小城市 所以说肯定不适合我这种 40岁的三五中年男人 我们下个月的城市 是一个沿海的新疆 所以我们在海外里的城市 就是有一种 的对写之鞋的 是有很多地方 我们在海外里的城市 最好一样的 那一种大线小城市 那这个地方 最好一样的 而不得了 是一种大线小城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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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客户赚10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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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